记者张聪秋张化报道,离谱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八卦山区荔枝才收期 但今年果园惨遭荔枝春相攻陷危害甚至 多位张化县议员不分党派 炮口一致抨击县府无作为 防止荔枝春相缓不济及 甚至补助规定刁难人 果园至少虚染分地 领药还要本人凭土地藤本清零 补助十几碗,作法热议 议员们痛骂县府为苦民所苦 因为今年荔枝欠收 瞎恩荔枝负责张化县荔枝 龙眼集中在林八卦山香镇 今年荔枝春将大军攻陷山须和平的果园 花坛香,芬圆香危害有沈 县议员顾黄水花,曾世勇,叶丽娟 由瑞春,江熊一峰,陈崇佳金在议会小组审查会议 都很不满农业处无所为 据审农业处预算 幸福网顾小地主农民的生计 曾世勇说 农业处不仅防止荔枝春相动作满半拍 补助资格以两分地为基本门槛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补助防治用药剂 还要看面积大小 还要本人为了一小罐药剂亲自领取 还要审核土地藤本 实在有够夸张 顾黄水花说 今年荔枝虾 荔枝春相啃光荔枝 滴落臭尿液滴果浓皮肤会造成红肿过敏 荔枝春相卵掉落果浓衣服 没发现没立即驱除 隔两三天还会孵化成虫 四处乱飞 果农束手无策 叶丽娟表示 一个多月前县府就说要防治 农民苦等对策一直没下文 现在荔枝都被吃掉了 农业处还仅在调查阶段 还要农民自己领药自己驱虫 连议员都看不下去 由瑞春和江熊一峰要求农业处应起来 不要推卸责任 议员们要求县府真正痛一次 全面同步进行空中喷药防治 减缓一只春相危害程度 不过 农业处长黄毕还说 一旦全面喷药将拨及其他非荔枝 龙眼的农作物 防检局不让地方过度用药 碍于中央和法规规定 农业处不敢贸然大乱用药 所以才会规定两分地以上果源 才能补助药剂农业处副处长郭志善指出 药剂防止药考量农药残留的一律和安全采收期 顾虑很多 农业处将要求地方农会与乡公所 福岛果农 使用防检局推荐用药 本身野物农的固黄水花 建议民众 今年荔枝农药用得重 民众买了后应清洗后再播壳使用 较为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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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